水浒传第120回中 宋江被朝廷赐下的独九独死 当时还有许多梁山好汉掌握大权 手下有许多士兵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宋江复仇 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最痛恨宋江的八个梁山好汉就知道了 被宋江害得家破人亡的五人 卢俊义 燕青 秦明 护三娘 安道全 卢俊义 原本是河北大明府的傅家翁 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然而祸从天降 宋江和吴用两人为了提高梁山知名度 发展壮大梁山 于是准备请卢俊义入伙梁山 宋江不是三顾茅庐请卢俊义上梁山 而是派出军师吴用来到卢俊义家里面提反师 故意陷害卢俊义 最后卢俊义被捕入狱 妻子贾氏也跟着管家李顾跑了 可谓家破人亡 因此卢俊义对宋江应该是痛恨的 卢俊义和燕青是主仆 卢俊义的家就是燕青的家 卢俊义家破人亡 那么燕青自然也是家破人亡 秦明在征讨清风山宋江 花蓉等人时 中了埋伏 被宋江生擒活捉 誓死不嫁 宋江为了降服秦明 派人假扮秦明 在青州城外烧杀抢掠 断了秦明的归路 慕容之府误以为秦明已经落草为寇 于是处决了秦明的一家家小 秦明被宋江害的家破人亡 不得以落草为寇 后来虽然宋江把花蓉的妹妹嫁给秦明 但秦明不可能一点也不恨宋江 护三娘是独龙刚护家庄护太公的女儿 还是祝家庄注标的未婚妻 在攻破祝家庄后 李逵一斧头砍了护三娘的未婚夫注标 还杀了除护三娘哥哥护城之外的护家庄一家老少 安道全原本在民间当医生好好的 后来却因为给宋江治病上了梁山 张顺请安道全时 安道全以自己的妻子刚亡故为借口拒绝了 后来安道全想要和乡好李巧奴道别 李巧奴却不想让安道全上梁山 张顺为了断绝安道全的后路 效仿武松血剑鸳鸯楼在墙上写杀人者武松 将安道全的乡好李巧奴杀死 并在墙上留下杀人者安道全也 安道全的乡好被杀相当于家破人亡 被迫上了梁山 被宋江坑上梁山的三人 朱童李硬徐宁朱童原本是运城县马兵都头 家境富裕他和关羽一样仗义 朝盖宋江雷恒三人都受其恩惠 他也因此被发费苍州 在苍州朱童得到苍州之府的赏识 带着小崖内玩耍 日子也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宋江和吴用为了让朱童上梁山 派出李奎杀死小崖内断了朱童的后路 将朱童逼上梁山 朱童虽然表面上没有找宋江的麻烦 内心对宋江是非常痛恨的 李硬是独龙岗李家庄庄主 他曾帮杨雄石秀两人向朱家庄讨要使签 但是却被拒绝了 他本人也受了伤 后来宋江带领梁山大军攻打朱家庄 李硬始终袖手旁观 两步相帮 宋江在灭了朱家庄后 军师无用派出骁让假扮运州之府 诬陷李硬勾结梁山 将其抓捕入狱 随后又将李硬结上梁山 李硬在梁山住了一段时间 想要回家却回不去了 他的李家庄已经被梁山好汉给一把火烧了 徐宁原本在东京享福 就是因为会能破忽严拙连环马大阵的勾连枪法 便被宋江等人连蒙带骗给坑上梁山 他对宋江等人难道没有恨意吗 结与梁山108好汉 并不是所有的好汉都对宋江顶礼膜拜 还有八个梁山好汉对宋江非常痛恨 在这八个好汉中 被宋江害得家破人亡的有五人 分别是卢君义 燕青 秦明 护三娘 安道全 而朱彤 李硬 徐宁三人情况稍微好一些 只是被宋江坑上梁山 并没有家破人亡 梁山上这么多好汉被宋江害得很惨 他们对宋江等人非常痛恨 难怪没人在宋江被毒杀后站出来为其复仇 他们恨宋江恨得牙根痒 根本不可能为宋江复仇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